最近的两岸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动作 习近平在这个赖清德就任一个月之后呢 又开始频频出招了 特别是这个中国的叫五部委嘛 就是中国的什么人司法部啊 什么这个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啊 一起推出一个就是说 关于惩治这个台独分子的意见书 其中呢是最高可以判死刑 这点呢在国际时候引起了轩然大波 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呢 最近这个外媒报出来 习近平和这个欧盟主席见面的时候 说呢美国总想骗这个中国要打台湾 然后他我很英明就没有上美国的当 这个话说出来呢 又引起了全世界的一片笑声啊 对于这个中国这这这这言串的这个 美美姐您怎么分析 我先说啊 他讲说要把台独判死刑啊 我认为这个是一方面自爽 那二方面是要给台湾心里的威吓 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要武统台湾 真的太困难了 这个可以牵涉到等一下我们讲的 他说什么我才不要上美国的当 他自己知道武统非常困难 但是共产党最擅长什么 就是再坚强的敌人呢 都从他的内部的堡垒瓦解起 所以对台湾呢 对习近平来讲 这次国会蓝白河流 可以掌握多数 简直是他的天势良机 所以我感觉是我看到了一连串的组合拳 比如说这个是在傅昆奇讲到什么 不能讲两国论 还不能讲中国嘛 所以应该叫大陆国民党 这一些东西 尤其傅昆奇又是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总召 而黄国昌为了要选新北市长 又甘愿变成他的摸头小弟 附水组织 所以在这边他们河流的结果 等于国会就可以变成一个最大的破口 我看到什么呢 当他说台独可以判死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也说给国际听 特别是在友好国家 他可能想伸出他的长臂管辖 所以也许将来如果说 比如说在泰国 曾经有人就被抓走了 跟中国特别友好的国家 我觉得国人过去的时候 你可能必须要注意一点 另外就在台湾方面 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各位有看到吗 现在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它扩张 包括是它可以针对说一般的人民 可以把你叫来问 你还不能不去 对不对 他可以罚你钱 你要不要找律师 还要他这个主席同意 好 中国不是列出了台独名单吗 制裁对象 将来会不会他提交过去 这些台独名单 好 一个一个 我就把你叫来 问 你敢不 你能不讲吗 不讲我就罚你钱 用这种方式来威吓 也就是说一种理应外合的威吓 然后让台湾人民在内部分裂 然后新生一种恐惧的心理 又有国会蓝白河流的卫虎做场 这样的话 会对台湾人民产生一种非常恐惧的 或者说对一些人产生一种振折的效果 那在配合上面媒体 我们也看到手都伸进来 某个电视台都下起指导起来了 那他就会塑造一个 只要是赖清德执政 一方面呢 占为兵凶 赖清德就是斗鸡总统 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国会把你搞到一事无成 就要让你令不出行政院 令不出总统府 那这样子理应外合再加上媒体的攻势 那让你才内部产生分裂对立 甚至于那种衰竞主义 一种投降心态就会出来 那他如果再给 给一些比如说国民党的地方县市长 那把你搞内部分化 那这时候可能一些互从的声音 一些爱啊 不要对中国这样坚强抵抗的声音就出来了 如果软化了台湾内部的意志 我请问一下 我们如果自己不自救 我们如果自己不团结 国际怎么来帮你 如果当台湾一步一步的走进衰竞主义 走到中国社路的圈套里头 理应外合的力量下去的结果 台湾万一到处被认为是你 渐渐地走向站队中国的一方 那台湾就会非常处在 非常不利的国际困境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 是用一连串的组合拳来对付台湾 你可以用一种 好像说 没可能的事情 玩笑是之 可是你应该很严肃地看待 他在背后里头生成的图谋 那蓝白后面 尤其一大堆有关于国家安全的东西 后面所图为何 那我相信 是不是有背后老大哥 中国的知识 有没有这个背后 台湾人真的要非常注意 风修老大哥 你认为是跟立法院呼应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方面具体的 余妹妹 这位妹妹 刚才讲的非常重要了 就是说 这个是一套组合拳 不是说我们单独地看 某一个事情 而是一个综合起来的 一套的对台湾的一套的做法 那基本上呢 当然就是让你赖清德不好过 让台湾不好过 让台湾这个跟美国 又增加一些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些的困扰啊 等等的诸如此类 但我们再把它分开来 一项一项的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说 这个 第一个 立法院 现在国民党啊 简直是处于这个分崩离析的状态 过去国民党再怎么样 至少这个国民党中央 对于立法委员的这种掌握 还基本上都还能指挥的动 那么现在呢 我看好像立法院党团 是成为另外一个国民党样子 好像跟国民党中央 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当然最主要就是 复昆期的关系 那么 坦白讲 很少有一个 这个民主国家的 这个国会的党团 会是脱离了他的 这个党的本身 成为一个独立在运作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但是国民党现在 在立法院的党团 就处于这种状态 就是复昆期带着一些的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然后不是向党中央报告 他就跑到对岸 去跟这个国台办报告去了 跟这个大陆的 这个政协 坦白讲 这个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只有说不可思议 这几个字 才逐刊来形容 这真的不要说一个民主国家 更何况我们跟这个中国之间 事实上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要让台湾完蛋的 只有这个国家 结果台湾的国会议员跑去那里 有句台湾话讲叫 请鬼开药单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非常的不正常的状态 就是所谓的 事出 这个 事出奇怪的必有妖 所以这点值得我们大家 要持续的来关注 跟持续的来了解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傅昆期这个人 我们要特别注意他 因为他背后其实是有几股力量 第一个 你说是请鬼拿药单 也许人家这不叫鬼 把中国看成财神爷 是不是呢 你想想看 他的那个 乾坑法案 花东三法 表面上说是要挥花东人民盖一条路 其实不是 大家都怀疑是 他要引进一带一路模式到中国来 变成中国的开路人 然后你看花莲震灾之后 开议期间他也不管 他跑到中国去 行前说组合乎 回来中国果然送他组合乌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里应外合 那个感觉 那个脉络是非常一贯的 我觉得他要注意的是说 第一个 中国这个背后力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其实财力雄厚 在地方派系的拉拢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拉拢方面 是非常着力的 而且选举的时候 给了很多的人情 好 那我们也都知道 国民党现在是这样 中央弱 可是立法院党团自己一支 地方派系 诸侯又是一支 那如果说这里面 有中国的加持 加上地方派系的笼络 他的力量会核其大 第三 他其实是 如果他愿意 他是有实力来挑战 党主席位置的 不要忘记 他是中常委 是最高票 选举 他底下那个党员票有多少 人头党员有多少 朱立伦大家也知道 现在中央大概应该就是 朱富体制吧 朱立伦能够选上党主席 傅昆奇在背后绸谋划策 出钱出力甚多 好 所以如果借着傅昆奇 以辖制朱立伦呢 那在这边国会方面 又有黄国昌拍进马屁 变成富水组织 希望选新北市长 也就是说 他后面是这么多股势力的河流 那国民党在国会 最大党脆弱 脆弱的多数 再加上民众党的力量 合进来 然后你看最近 柯文哲的讲话 我觉得那个态度 也是非常的不客气的 好 难道这后面 有没有一个中国的 一个背后领 那所以就说 在这边就是要 特别特别注意 傅昆奇加黄国昌 国会变成最大的破口 可能形成的是 彻底的 不只是分裂台湾社会 而且你看他们的修法 是要颠覆台湾的 民主宪政体制 那如果说台湾 最可贵的资产就是民主 我们最可贵的就是要 蔡英文 我觉得他留下最可贵 就是说 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可是当我们的 民主宪政体制被颠覆 当我们慢慢的 内部分裂 而变成在国际的角色 模糊 甚至于慢慢慢慢 走向中国 那么台湾就一定会 步入中国的险境 所以在这里面 里面台湾内部的 这种里应外合的势力 我觉得傅昆奇 绝对 黄国昌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么这些人就是 个人的利益 在全国的利益之上 那么有些人为了权 有些人可能为了钱 那总之背后 你都可以看到 隐隐约约中国的那只手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 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